你看 中國過去跟中國 跟國際選團都說兩項 台灣自古以來什麼不可分割 他都講到這兩點嘛 賴清德的國進堂的話 總統講的就是拆解 中國講的這兩點 什麼在自古以來 我13歲你到75歲 對不對 這不是自古以來 這如果回去台南很好選團 我看阿公阿嬤都會反過來 跟說準的啦 這我了解 我告訴你 第二 那有什麼不可分割 其實賴總統要爭的 就是說兩岸關係 還有台灣主權論述的 國際話語權 現在我們這樣說 國際上你看 都是肯定台灣的講話 很多國際媒體 轉述賴清德總統的講話 都是肯定 你要知道 如果是台灣迫害了兩岸的關係 那國際壓力會在台灣身上 對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是 反而國際都支持台灣的立場 甚至幫台灣講話 是 那表示台灣 台灣是走對了 是得到國際的認同 所以國民黨經常說 民進黨破壞兩岸的關係 不要胡說八道 如果是民進黨破壞兩岸的關係 那國際壓力就會給台灣 那我們看到了給民進黨 我們現在看他倒閉了 大家都跟我們一起 你如果說國際的問題 要這樣的轉述等等 再來 因為中共在2018年 他修改憲法 他把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路線 所以他派軍機派公敢來 他是在執行他的憲法 台灣不能不講話 是 對不對 不然就被台海就內海化 然後我們的領域就變成 就變成國內事務了 那中國跟台灣是一部分路線 那他一定要做什麼事 他就是要消滅中華民國 對不對 對 你台灣拉回去 然後還有中華民國 所以如果真的愛中華民國 那你一定要反共 你知道嗎 對啊 我說其實台灣最 一些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都不用責 我再請問他們 請問趙少剛 是誰 不是很隱晦的 不是偷偷的在做 而是官民政大 幾十年來從不改變說法 就是中共 他就是要消滅中華民國 是 因為統一就沒有中華民國 這要台西中華民國的 你們不敢批判他 對習近平 對中共 完全他們不敢講 中共反對的 他們不敢贊成 那你們哪有愛中華民國 如果真的假的愛中華民國 你用一點去檢測他 他敢不敢反共 他的立場是不是反共 愛中華民國 你勢必要反共 因為就是共產黨 要殺死中華民國 就是你愛我們的家 有人要來侵略我們的家 你當然就是要對那個敵人出手 對不對 俊憲 對啊 可是你看這些人 好像就是講不出來 你覺得癥結卡在哪裡 其實我其實蠻想問的就是說 到底這些藍白的政治人物裡面 講不出來說我反共 我就是反對共產黨 搞得親門踏戶 到底他癥結在哪裡 我覺得有兩點 好 你不知道要反共 或者是你不敢反共 不知道還是不敢 好 第一個 我認為中國不會打台灣 他會買台灣 他會買台灣 買台灣比較少人 那個政政要 開很多錢 要死很多人 用買的比較快 一百個人民幣不一樣 兩百個五百個吧 對不對 所以台灣其實 也是全世界公認 叫假訊息 以及被滲透最嚴重的地方 因為我們民主主義 還有現在兩岸又開放了 又一堆落地接待 對不對 所以就是用買的 然後就是用這種 講的是會台 不然就什麼共費 會台 是 共費不是那個 古代名書 現在還來了 你看 我們已經抓了很多會台 對不對 是 甚至台灣很多重要單位 甚至軍方最重要的 電子作戰的那個指揮官 那都是港帝 而且還是美國來跟他講 對 所以 中共對台灣的滲透 這個是非常非常嚴厲 假訊息的攻擊 各種各式各樣的 金錢收買的 有的沒有的 那個以前還不一樣 蔣經國為什麼主張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他就是在交代國民黨 他才的徒子徒孫 說你們這些傢伙 不是共產黨的對手 你們這些傢伙 你們憑什麼 你們這些要跟共產黨完結 保持距離 以側安全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軍縣舉這個例子 真的實在太好了 國民黨就是這樣子 節節敗退的啊 國民黨這個人 我說想不到 他們到那個臉 每年去拜蔣經國 去持府去討 蔣經國 蔣介石 蔣總統門 你的歷史定位 蔣統統們 你的歷史定位 就是反共 所以我真的覺得 軍縣講得非常分析 有道理 就是什麼 我覺得祖國論 如果按照軍縣的 我先下一個結論 就是個造謠境 就是一面鏡子 反射出這些人 信你在想什麼 要不你就是不敢 面對中共 你就怕中共 不然的話你就是 可能你就已經是造謠 產業鏈裡面的在地協作者 你怎麼好意思罵 你來看嘛 國際媒體跟中國 我覺得這造謠境真的很好 比如說 因為這個 永鴻 普世邏輯 common sense 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中華民國113歲 你中華人民共和75歲 當然我才是祖國 你要講的就是 所以你看 從衛報 包括到路透社都說什麼 因為台灣比較老啊 所以這個邏輯是 連外國人都可以聽得懂 不用翻譯 他們還可以幫你解釋 但是你看喔 國台辦這就完蛋了 因為這個最強調敬老尊賢啊 最強調什麼 什麼文化啦 什麼的 糟糕了 國台辦到現在 還在放廉價嗎 他說賴清德的祖國論到現在 還沒有辦法回應 所以小粉紅自己先生氣了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造謠境 直接就擺出來 不知道他們該怎麼辦 我覺得賴清德這個祖國論 有兩個很重大的意義 第一個就是你講的造謠境 不但是造的這個中國不要不要 台灣的同派也是不要不要的 真的 我先用這個 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思想 來告訴你們 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回應 有沒有聽過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這就很清楚的嘛 隱輪對不對 對 你不能亂了長輪 亂了綱輪嘛 那如何定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胸有地公 出事在前面很兄 出事在後面很兄 出事在後面很兄弟 我們一座老大 我們對他比較客氣 所以你看我們賴清德說 我們的鄰居最近過生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生日 是不是很客氣 對 沒有罵他 我們是中華民國 我們過幾天也要過生日 我們一百一十三 他們七十五歲 來 叫我一千阿兄 對 對不對 我們對你也很好 事實上在1989年天安門之後 所有的西方外資都撤出中國 為了懲罰中國天安門事件 那時候唯一剩下後來 之前外資都是西方資本 後來進去都是什麼資本你們知道嗎 港資跟台資啦 那時候台資去 那時候我們誰剛開放 但台資都是偷偷跑去 去的早期都叫愛國商人 然後賺了錢之後學了台灣技術 突然今天在講說 你們台灣經濟靠我們中國 你們香港靠我們中國 說真的這個實在是 有點本末導致啦 所以我覺得祖國論 這第一個是讓小粉紅們 還有國台辦們 還有這些 這個紅媒跟這個統派的人士 跳腳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回你嘛 你每次都講說 你數點忘祖 對 對不對 每次都講數點忘祖 你有沒有說 我現在跟你說阿公是誰 阿公是我們自己的 不是對話的 對啊 說跳腳 什麼莫名其妙對不對 有誰把 中華人民各國當祖國 可多了 不就周星馳那句話嗎 誰搭槍就罵誰啊 就你搭槍啊 我們誰會去搭槍這個 你看他們是不是都跳腳 我覺得這第一個 第二個給外媒的一個很重要的 事實上外媒他們 我跟你講祖國這件事是這樣 祖國這個字在英文上 很難找到精確 他們說motherland 那motherland 其實它同時也是故鄉的意思 對 那簡單講外媒看這件事怎麼看 你知道嗎 第一個很明確的兩國論又一次 更清楚 李登輝講了兩國論的時候 他是沒有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論 中華民國這兩個字擺一起 對 是德國之聲問他的時候 他說這個兩岸關係是什麼關係 德國也沒有說這兩個國家是什麼 或這兩個政治實體 然後是哪兩個國家 他只是說兩岸之間是什麼關係 你都會說是國與國 他沒有說什麼國跟什麼國 對 小英有講過很清楚 我們是中華民國 你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 賴清德總統這次講得更清楚 那他多加了一步是 我們是中華民國 你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後台灣是他的一部分 沒有我現在告訴你 是兩個國家 你們硬要來跟我 炒這兩個國家的時候 我再告訴你一件事 簡單的數學 不用講歷史 我們幾歲他幾歲 我們113歲他75歲 互不隸數 所以全市就是 好吧 對 真的兩個國家 對 真的兩個國家 互不隸數 所以二十年 你2758號這個你2758號是存在的 但是被錯誤詮釋 是 中國錯誤詮釋 反正你的2758號 你要講一個中國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去去去去 跟我們沒關係 第二個是 除了這兩個國家 你們搞清楚這兩個國家 第二個是 再搞清楚喔 不要再來跟我們講 什麼一個中國是 台灣是怎麼樣 沒有喔 中華民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要早 這給國際上訊息是很重要 就是會讓我們的國際有人 有更充實的理由 而且很簡單 就剛剛我們提到說很簡單 就當有國際的朋友要幫我們講 但那麼 這麼複雜的歷史脈絡 對 很難刨塑 他只要講一個 就是要幫你告訴我 How are you 對不對 人家比較老嘛 人家比較資深嘛 那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不好意思 我是你的祖國 中華民國新的 難怪這個國台辦 要再繼續休息一下 他們還在想 他們現在還在想 該怎麼破解對不對 因為他們之前的 什麼碩典忘祖啦 然後什麼 什麼祖國分裂啦 然後造成什麼 什麼兩岸人民的分割 這種 什麼寫農與水啦 對 他們如果是 家鄉在這裡啦 如果是30年前的那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這個社會主義政黨 用馬克思那套回法 就很好回了嘛 祖國只是虛假意識嘛 我們無產階級 聯合起來就好了 但是因為他們現在 完全已經靠到資本主義這一塊 然後完全靠到 民族主義這一塊 然後只會用民族主義的論述 被一個民族主義強調就是主 跟土地嘛 對不對 然後有酒 人員 對啊 那我們現在要講酒 要不然我們都是 都是秦朝的後代 當然不是嘛 所以今天講得很清楚 所以啊 近代民族國家就一個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黨的立委 李彥秀就講了嘛 他說如果要這樣講的話 那台灣75歲以上的 都是日本人啊 因為這個台灣也被 割讓給日本啊 都想說那不是清朝割的嗎 如果你要講話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變成大金人了嗎 李彥秀要回答說 那是我們願意的喔 我們是被人踢出去的耶 踢出去的 你還好意思講 你還對我們這裡 以前會講日文的阿公阿嬤阿祖 要跟他們道歉啦 真的啦 所以他們現在是無法回應 他們永遠只會講說 不然你就台獨啊 你就台獨 結果講到現在他們 因為講到是中華民國 他們只好吞下去 你知道嗎 重點是 因為賴清德總統 現在講到是中華民國 而且他不是在 不是像韓國瑜你們這種 整天在國內我們中華民國要怎麼樣 他是告訴國際 好久沒有這麼愛國了 對 然後國旗裝穿在身上 對 在面對中國的時候 可是看到中國就脫下來了 對 那現在賴清德是告訴國際說 我就告訴你 我一個中華民國 而且中華民國 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更悠久 很清楚 兩個國家 而且我們比較先 就這樣很簡單的數字就破掉了 所以藍營沒有辦法回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外辦到現在 他們現在還在反覆推銷各種版本 我知道一些 有些大陸的學者 問我說 你們怎麼突然 這樣超越了背叛台獨 我說關你什麼事 對啊 奇怪 為什麼要把台獨 他冒在我們身上 而且剛剛 最重要 剛剛俊憲委員已經講了 因為我們民進黨 或者說我們整個 台灣本土勢力 其實經過三個階段 在民進黨前期 還有更早之前有一個階段 是台灣民主主義的行程 那個是在廖文藝那時候 但是到民進黨就這樣 一個是我們前途決議文 是說要給2300萬人民決定 是 第二個在2000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中華民國的決議文 就是我們認同 這是一個主權國家 只是它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那以後要叫什麼 那有什麼關係咧 對不對 第三個就是 國家一體族群多元嘛 就2016年就說 好我們大家 是我們有不同的國家認同 雖然你認同了那個中華民國 跟我認同這個中華民國 可能不太一樣 你是這個49年來的 我們是200年前來的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都一個是國家一體 叫中華民國 然後我們有不同的國家認同 族群多元 但是回過整個脈絡就是 人民做主嘛 所以賴欣德今天 總統今天講這個很清楚 是我跟你講他真的是 將了中國一軍 將了這個統派一軍 然後在全世界的媒體上 讓全世界的媒體 有一個簡單的清楚的說法說 會報 對 是兩個國家 而且台灣這個中華民國 比中華民國還要早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我為 you 你明信